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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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网上也看过您不少视频 谢谢您 我觉得您啊 还有提高的空间 对啊 这不来欢乐喜剧人了吗 不是 来欢乐喜剧人不是重点 重点你是怎么带个欢乐喜剧人这个舞台当中发光发亮 怎么能够越走越远越来越好 那您给我知道 很简单 观众 哦 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热情与不热情 跟观众是挂钩的 不是 关键他喜不喜欢我 我也不知道啊 你自己琢磨呀 我懂啊 那个老妹咱俩呢 加个微信 刚才因为我盯你半天了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咱俩你把微信告诉我 你回来 人家不加你微信 那不加微信咱俩说了 就回去喝点是吧 别喝了呀 你问人家那是没有答案的 哦 自己去观察 如果说喜欢你 从一上台先抱一热烈的掌声 然后呢 说出的话也特别的好听 都什么话 你不要给他学学啊 比如咱俩一上台了 哎呦 那个朋友们特别的热情 一看见咱们了 哎 哎 妹妹 哎 妹妹 怎么了 姐姐 别翻手机了 哦 别翻手机了 你看看这俩 我等了一晚上了 我就等他们俩出来了 哦 姐姐 我也喜欢他们俩 是吗 这两人啊 虽然说 哎呦 突然间临时搭档 你看见 但是俩人合作感觉特别的默契 天生一对 那可不吗 你看那个豆根的演员 哎呦 他是一个特别好的相声演员呢 哎呦 而且一个相声演员 怎么能够长得这么的帅气呢 哦 嘻嘻 啊 姐姐 你看那个捧根的演员 怎么了 你看他虽然说胖啊 你看那个小热耳眼 印象还挺温暖 哎呦 我也看见了 你看那个豆根的演员 那个眼睛多大呀 哎呦 两个眼睛怎么能够这么亮呢 就像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 哎呦 你看那个豆根演员 他又看那个捧根演员了 他就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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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做的不懂意思了 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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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虽然说以上的表演特别的真实 这真实吗 啊 是有夸张的成分 这可都是夸张的成分 但是观众朋友喜欢咱们 不会练习这些美丽的词汇 那是 爹妈对咱们好 哎 但是反过来 要不喜欢咱们那就完了 那不喜欢还要 还怎么着 没有好听的话 哦 首先来说他就不听了 不仅他不听 他还不让身边的人听 他还搅和别人 对 咱俩一上台 你得看这俩人 胳膊往这一搭 妹妹 怎么了姐姐 那手机都可以拿起来了 嗯 没事啊 要不上个厕所歇会儿去 我也烦他们俩 哎呦 就这俩人 整场节目就数这俩人 最没有意思了 讨人厌 那形象搭配吗 那俩那个模样 你就说那个痘痕的 那个痘痕的怎么了姐姐 我先不说那个痘痕的 好 你看那个捧个演员 那个捧个怎么了姐姐 长得个什么模样啊 腰粗腿短 大屁股圆脸 长得就这么一副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呢 呵 呵 姐姐 你看那个痘痕的演员 干嘛呢 啊 你看他啊 瘦得像条细狗似的 以为谁双台等骨头呢在那 啊 你看那个捧痕演员 哎呦 我觉得这就是肉脸敞出来的呀 呦 姐姐 你看那个痘痕的演员 痘痕等啊 你看那股板牙啊 抠一副麻将还毁四副军旗 哈哈哈哈哈哈 老天 你看那个捧人演员 哎呦 还这个妹妹加个微信吧 妹妹加个微信 人家小姑娘疯了加她微信 谁给你的自信 谁给你的勇气呀 你看那个捧人演员 这是天晴了 雨停了 她又觉得她行了呀 哎呦 我说我看见她就一个恩绝 哇 我的心好塞呀 别说了你 哈哈哈哈 谢谢